家里放了几年的茶叶还能喝吗?今天就来为大家解答,你这普尔茶也太脏了吧?老周拿着茶杯止不住地嫌弃,老周到朋友老刘家做客,几年不见,老刘热情洋溢,为款待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特地取出了家中珍藏了五年的普尔茶。 然而,老周对普尔茶一直抱有偏见,总觉得他带着发霉的气息,满是霉菌,显得不够干净,尽管内心抵触,但碍于老友的情面,他只得勉强接受。 当那杯普尔茶冲泡出来,老周惊讶地发现茶面上居然漂浮着一层膜,宛如浑浊的脏水,让他顿时失去了品尝的勇气。 他忍不住出口嫌弃,语气中充满了不满与疑虑,老刘听到后,立即将那杯茶换掉,解释说是茶杯不尽所致。 然而,当重新泡制的茶水再次呈现在眼前,那层膜依旧存在,老刘困惑不已,难道这普尔茶真的如老周所言?是脏的吗? 茶水表面浮现的薄膜是否意味着茶?脏了。 相信每位品名之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茶水逐渐冷却,其表面会悄然形成一层薄膜,若用勺子轻轻触碰,竟能留下一层棕色的物质。 这究竟是何物呢? 早在1994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两位茶友科学家,麦克尔斯皮罗和德格拉提乌斯甲干一,便对茶叶上的这层薄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利用扫面电镜,质浦仪等尖端仪器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这并非油脂。 而是由空气、茶多酚以及碳酸钙离子等多种成分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后凝结而成。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茶膜的形成与泡茶用的水质息息相关。 使用蒸馏水泡茶时,由于蒸馏水中几乎不含钙酶等离子,因此不会产生茶膜。 而普通水中含有的钙离子,尤其是硬度较高的硬水,泡茶后更易形成茶膜。 那么,这层看似,脏,的茶膜对人体是否有害呢? 事实上,茶膜只是外观上稍显不洁,它仅是附着在有机物表面的一些南融小颗粒,既不会改变茶的味道和口感,也不会对健康造成任何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普尔茶的真相。 普尔茶,是否真如老周所想,是发霉制成的茶叶呢? 普尔茶真的是发霉细菌泛滥的茶吗?网络上流传着一则说法,声称一克普尔茶中竟有高达五亿霉菌,喝普尔茶等同于喝脏水。 然而,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普尔茶并非发霉茶,它是经过独特的堆卧发酵工艺制作而成。 在制作过程中,晒清茅茶需要先洒水,然后用抹布覆盖,堆成高达一至两米的茶堆,茶堆中心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四十至六十摄氏度。 这一步骤看似实在,培养,霉菌,使普尔茶得以发酵。 但这难道不正说明普尔茶是发霉制成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普尔茶本身就蕴含了包括黑曲霉、灰绿曲霉、青霉等在内的多种微生物和霉菌。 其中,黑曲霉的占比更是高达八成,黑曲霉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可导致食物腐败的真菌。 它在食用酒精、柠檬酸等食品的加工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黑曲霉与黄曲霉素虽名字相近,却是性质迥异的两种物质。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茂明确指出,黄曲霉素更添好于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环境进行生长繁殖。 而普尔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均较低,其生产过程也不利于黄曲霉素的繁殖和毒素产生。 更何况,茶叶中的茶多酚对黄曲霉素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普尔茶并非通过发霉制成。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在日常保存普尔茶时,若保存不当,确实有可能导致茶叶发霉。 值得注意的是,茶叶并非越沉越佳。 理论上讲,如果保存不当,存放时间越长,茶叶被黄曲霉污染的风险就越大。 尤其是在一些湿度较高的地区,茶叶受到黄曲霉素污染的概率会更高。 不同种类的茶叶,其最佳存放时间也各有差异。 接下来,我们一一探讨。 1. 普尔茶 普尔茶的最佳保质期约为10年,虽然常说,放得越久越香,但这其实指的是在保质期内,存放时间越长,茶叶的品质和口感会越好。 然而,如果保存不当,茶叶的保质期可能会缩短,品质也会大打折扣。 2. 绿茶 绿茶的存放时间相对较短。 常温下通常可保存一年左右,若保存不当,可能在8至9个月后就会出现茶叶变黄的现象,影响饮用体验。 而使用专门的茶叶冰箱储存,则可将绿茶的保质期延长至18个月。 3. 红茶 红茶的保质期通常也在一年左右,不过,散装红茶的保质期可能稍长,为18个月。 而灌装红茶的保质期则可能长达三年,但无论哪种红茶,都应在保质期内饮用,以免茶叶变质,给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此外,饮用普尔茶时,应避开以下几种情况。 投泡茶不宜饮用。 普尔茶在制作过程中,茶叶上可能会残留一些杂质和灰尘。 投泡茶主要是为了冲刷茶叶,去除这些不洁之物。 因此不建议饮用,避免饮用烫茶。 烫茶可能会损伤口腔和食管的上皮粘膜。 长期饮用烫茶还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建议将茶水温度控制在18至45摄氏度之间,即使在冬天,也应保持在50摄氏度以下。 渗饮新鲜生茶,这类茶叶未经氧化处理,含有较高的多分类物质。 全类以及可能存在的柔酸和咖啡碱等成分,饮用后可能出现新剂。 恶心、全身发抖和四肢无力等症状。 空腹饮用时,症状可能更为明显。 因此,在饮用普尔茶时,应特别注意选择适合自己体质和口味的茶叶, 并遵循正确的饮用方法。 喝茶真的能够保护血管吗? 一、茶叶,自然的血管守护者。 在探讨茶与血管健康的奥秘时, 我们首先要深入剖析茶叶这一自然界的神奇馈赠。 茶叶内蕴藏的丰富生物、活性物质、茶多酚、氨基酸、咖啡因、维生素等, 共同编织了茶叶独特的健康魅力。 茶多酚、血管的氢道夫、茶多酚,尤其是其中的儿茶素, 如同血管的守护神,具备维护血管健康的关键力量。 它们能够有效减少血管内支质的堆积, 预防血管壁的硬化,为血管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此外,茶多酚的抗炎作用也不容小觑, 能够减轻炎症因子对血管的侵害, 确保血管的弹性和通透性得以维持。 氨基酸、神经的缓冲剂, 茶叶中的氨基酸,特别是茶氨酸, 是调节神经系统,缓解压力的得力助手。 当压力得到舒缓,血压自然也会随之降低, 从而减轻对血管的负担。 咖啡因,血管的微调气, 茶叶中适量的咖啡因, 仿佛一位翘首的吊音师, 能够刺激心脏, 适度扩张血管, 提升血液循环效率。 然而,我们需谨记, 咖啡因的摄入应恰到好处, 过量可能会引发不适。 维生素,血管的营养师, 茶叶中的维生素C, 以其卓越的抗氧化性能, 守护着血管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侵扰, 确保血管内环境的稳定与和谐。 尽管茶叶中的成分 对维护血管健康具有诸多益处, 但我们仍需明白, 一个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 才是通往健康之路的基石, 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以及良好的心理状态, 与适量饮茶相辅相成。 共同构筑起我们健康的防线, 对于特定种类的茶, 如绿茶和乌龙茶, 因其茶多酚和儿茶素含量较高, 可能在维护血管健康方面 展现出更为出色的表现。 然而, 每个人的体质都有所不同, 选择适合自己的茶种和饮用量 显得尤为重要。 二, 喝茶守护血管健康, 使用攻略。 喝茶对血管健康的益处已广受赞誉, 然而, 想要真正发挥其功效, 还需掌握正确的饮用方法, 选择适当的茶叶, 把握饮用时机, 以及掌握泡茶技巧, 都是至关重要的。 选择优质茶叶, 绿茶和乌龙茶因负寒而茶素和茶多酚, 成为维护血管健康的优选。 绿茶以其卓越的抗氧化性能著称, 有助于减轻血管内的炎症反应。 而乌龙茶在促进脂质代谢方面表现出色, 有助于保持血管通畅, 控制饮用量。 尽管饮茶有益健康, 但过量饮用也可能带来不适, 建议每天饮用三杠四杯, 每杯约200毫升为宜。 此外, 含咖啡因的茶叶应避免在晚上饮用, 以免影响睡眠, 掌握泡茶技巧。 泡茶时, 水温的控制至关重要, 绿茶最适宜的水温为80至85摄氏度, 而乌龙茶则适宜90至95摄氏度的水温, 过高的水温会破坏茶叶中的营养成分, 降低其保健效果。 同时, 泡茶时间也不宜过长, 一般三至五分钟为宜, 以避免苦涩成分过多释放, 选择合适的饮茶时机。 空腹饮茶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对胃部不利, 因此, 最佳的饮茶时机是餐后一小时左右, 既能品味茶的醇香, 又有助于消化, 同时避免空腹对胃的刺激。 最后, 我们还需考虑个人体质的差异, 不同的人对茶叶中的成分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如咖啡因敏感等。 因此, 在开始饮茶时, 建议从少量开始, 逐渐增加, 并密切观察身体的反应。 通过上述指南, 我们可以看出, 喝茶确实可以作为保护血管的日常习惯之一, 然而, 它并非万能药, 如藏了五年的普尔茶。 然而, 老周对普尔茶一直抱有偏见, 总觉得它带着发霉的气息, 满是霉菌, 显得不够干净, 尽管内心抵触, 但碍于老友的情面, 他只得勉强接受。 当那杯普尔茶冲泡出来, 老周惊讶地发现, 茶面上居然漂浮着一层膜, 宛如浑浊的脏水, 让他顿时失去了品尝的勇气, 他忍不住出口嫌弃, 语气中充满了不满与疑虑, 老刘听到后, 立即将那杯茶换掉, 解释说是茶杯不尽所致, 然而, 当重新泡制的茶水再次呈现在眼前, 那层膜依旧存在, 老刘困惑不已, 难道这普尔茶真的如老周所言, 是脏的吗? 茶水表面浮现的薄膜, 是否意味着茶? 脏了? 相信每位品名之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当茶水逐渐冷却, 其表面会悄然形成一层薄膜, 若用勺子轻轻触碰, 竟能留下一层棕色的物质, 这究竟是何物呢? 早在1994年,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两位茶友科学家, 麦克尔斯皮罗和德格拉提乌斯甲干一, 便对茶叶上的这层薄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利用扫面电镜, 质朴仪等尖端仪器进行了深入分析, 发现这并非油脂, 而是由空气、茶多酚以及碳酸钙离子等多种成分 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后凝结而成, 进一步地研究揭示, 茶膜的形成与泡茶用的水质息息相关, 使用蒸馏水泡茶时, 由于蒸馏水中几乎不含钙酶等离子, 因此不会产生茶膜, 而普通水中含有的钙离子, 尤其是硬度较高的硬水, 泡茶后更易形成茶膜。 那么,这层看似, 脏的茶膜对人体是否有害呢? 事实上, 茶膜只是外观上稍显不洁, 它仅是附着在有机物表面的一些南融小颗粒, 既不会改变茶的味道和口感, 也不会对健康造成任何影响。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探寻普尔茶的真相。 普尔茶是否真如老周所想, 是发霉制成的茶叶呢? 普尔茶真的是发霉细菌泛滥的茶吗? 网络上流传着一则说法, 声称一克普尔茶中竟有高达五亿霉菌, 喝普尔茶等同于喝脏水。 然而, 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普尔茶并非发霉茶, 它是经过独特的堆卧发酵工艺制作而成, 在制作过程中, 晒清茅茶需要先洒水, 然后用抹布覆盖, 堆成高达一至两米的茶堆, 茶堆中心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四十至六十摄氏度。 这一步骤看似实在, 培养, 霉菌, 使普尔茶得以发酵, 但这难道不正说明普尔茶是发霉制成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 普尔茶本身就蕴含了包括黑曲霉, 灰绿曲霉, 青霉等在内的多种微生物和霉菌。 其中, 黑曲霉的占比更是高达八成, 黑曲霉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可导致食物腐败的真菌, 它在食用酒精、柠檬酸等食品的加工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黑曲霉与黄曲霉素虽名字相近, 却是性质迥异的两种物质。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茂明确指出, 黄曲霉素更天好于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环境进行生长繁殖, 而普尔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均较低, 其生产过程也不利于黄曲霉素的繁殖和毒素产生。 更何况,茶叶中的茶多酚对黄曲霉素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普尔茶并非通过发霉制成。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 在日常保存普尔茶时, 若保存不当, 确实有可能导致茶叶发霉。 值得注意的是, 茶叶并非越沉越佳。 理论上讲, 如果保存不当, 存放时间越长, 茶叶被黄曲霉污染的风险就越大。 尤其是在一些湿度较高的地区, 茶叶受到黄曲霉素污染的概率会更高。 不同种类的茶叶, 其最佳存放时间也各有差异。 接下来我们一一探讨。 1.普尔茶 普尔茶的最佳保质期约为10年, 虽然常说放得越久越香, 但这其实指的是在保质期内存放时间越长, 茶叶的品质和口感会越好。 然而, 如果保存不当, 茶叶的保质期可能会缩短, 品质也会大打折扣。 2.绿茶 绿茶的存放时间相对较短。 常温下通常可保存一年左右, 若保存不当, 可能在8至9个月后 就会出现茶叶变黄的现象, 影响饮用体验。 而使用专门的茶叶冰箱储存, 则可将绿茶的保质期延长至18个月。 3.红茶 红茶的保质期通常也在一年左右。 不过, 散装红茶的保质期可能稍长, 为18个月, 而灌装红茶的保质期则可能长达三年。 但无论哪种红茶, 都应在保质期内饮用, 以免茶叶变质, 给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此外, 饮用普洱茶时, 应避开以下几种情况。 投泡茶不宜饮用, 普洱茶在制作过程中, 茶叶上可能会残留一些杂质和灰尘。 投泡茶主要是为了冲刷茶叶, 去除这些不洁之物, 因此不建议饮用, 避免饮用烫茶。 烫茶可能会损伤口腔和食管的上皮粘膜, 长期饮用烫茶还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建议将茶水温度控制在18至45摄氏度之间, 即使在冬天, 也应保持在50摄氏度以下。 慎饮新鲜生茶, 这类茶叶未经氧化处理, 含有较高的多分类物质, 全类以及可能存在的柔酸和咖啡碱等成分, 饮用后可能出现新剂。 恶性, 全身发抖和四肢无力等, 空腹饮用时, 症状可能更为明显。 因此, 在饮用普洱茶时, 应特别注意选择适合自己体质和口味的茶叶, 并遵循正确的饮用方法。 喝茶真的能够保护血管吗? 一、茶叶, 自然的血管守护者。 在探讨茶与血管健康的奥秘时, 我们首先要深入剖析茶叶这一自然界的神奇馈赠。 茶叶内蕴藏的丰富生物、活性物质, 茶多酸、 氨基酸、 咖啡因、 维生素等, 共同编织了茶叶独特的健康魅力。 茶多酸, 血管的清道夫, 茶多酸, 尤其是其中的R茶素, 如同血管的守护神, 具备维护血管健康的关键力量, 它们能够有效减少血管内支质的堆积, 预防血管壁的硬化, 为血管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此外, 茶多酸的抗炎作用也不容小觑, 能够减轻炎症因子对血管的侵害, 确保血管的弹性和通透性得以维持。 氨基酸、 神经的缓冲剂, 茶叶中的氨基酸, 特别是茶氨酸, 是调节神经系统, 缓解压力的得力助手。 当压力得到舒缓, 血压自然也会随之降低, 从而减轻对血管的负担。 咖啡因、 血管的微调气, 茶叶中适量的咖啡因, 仿佛一位翘首的吊音师, 能够刺激心脏, 适度扩张血管, 提升血液循环效率。 然而, 我们需谨记, 咖啡因的摄入应恰到好处, 过量可能会引发不适。 维生素, 血管的营养师, 茶叶中的维生素C, 以其卓越的抗氧化性能, 守护着血管细胞, 免受自由基的侵扰, 确保血管内环境的稳定与和谐。 尽管茶叶中的成分 对维护血管健康 具有诸多益处, 但我们仍需明白, 一个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 才是通往健康之路的基石, 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以及良好的心理状态, 与适量饮茶相辅相成。 共同构筑齐我们健康的防线, 对于特定种类的茶, 如绿茶和乌龙茶, 因其茶多酚和R茶素含量较高, 可能在维护血管健康方面展现出更为出色的表现。 然而, 每个人的体质都有所不同, 选择适合自己的茶种和饮用量显得尤为重要。 二、喝茶守护血管健康, 使用攻略。 喝茶对血管健康的益处已广受赞誉, 然而, 想要真正发挥其功效, 还需掌握正确的饮用方法, 选择适当的茶叶, 把握饮用时机以及掌握泡茶技巧, 都是至关重要的。 选择优质茶叶, 绿茶和乌龙茶, 因富含而茶素和茶多酚, 成为维护血管健康的优选。 绿茶以其卓越的抗氧化性能著称, 有助于减轻血管内的炎症反应。 而乌龙茶在促进脂质代谢方面表现出色, 有助于保持血管通畅, 控制饮用量, 尽管饮茶有益健康, 但过量饮用也可能带来不适, 建议每天饮用三杠四杯, 每杯约200毫升为宜。 此外, 含咖啡因的茶叶应避免在晚上饮用, 以免影响睡眠, 掌握泡茶技巧。 泡茶时, 水温的控制至关重要, 绿茶最适宜的水温为80至85摄氏度, 而乌龙茶则适宜90至95摄氏度的水温, 过高的水温会破坏茶叶中的营养成分, 降低其保健效果。 同时, 泡茶时间也不宜过长, 一般三至五分钟为宜, 以避免苦涩成分过多释放, 选择合适的饮茶时机。 空腹饮茶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对胃部不利, 因此, 最佳的饮茶时机是餐后一小时左右, 既能品味茶的醇香, 又有助于消化, 同时避免空腹对胃的刺激。 最后, 我们还需考虑个人体质的差异, 不同的人对茶叶中的成分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如咖啡因敏感等。 因此, 在开始饮茶时, 建议从少量开始, 逐渐增加, 并密切观察身体的反应。 通过上述指南, 我们可以看出, 喝茶确实可以作为保护血管的日常习惯之一, 然而, 它并非万能药。 维护血管健康的最佳方式是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这个基础上, 适量正确的饮用茶, 才能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肾, 人体泌尿系统最重要的部分, 负责过滤人体血液中的杂质。 血液通过肾动脉流入肾脏, 在肾小囊中形成原尿。 原尿在经肾小管的重吸收变成尿液, 经过输尿管储存在膀胱中。 当尿液中的晶体溶度过高或溶解度下降的时候, 就容易吸出矿物质晶体, 在局部聚集成为结石。 草酸钙结石最为常见。 当结石较小而随尿液排出体外时, 不会引起明显症状。 但当结石较大, 堵塞在肾瘀、肾斩, 甚至掉落至下行的输尿管时, 可能会压迫肾和输尿管组织, 并引起感染、水肿, 会有疼痛、血尿的症状。 医生表示, 肾结石是身体长期代谢异常的结果。 一般跟患者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息息相关。 55岁的王先生,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开始, 偶尔出现背部、腰部的突然疼痛, 程度非常剧烈, 常常痛得大汗淋漓, 并且伴随着排尿困难。 王先生去医院做了检查, 做了B超、CT的检查过后, 发现双肾结石, 半肾积水, 不及时处理的话, 可能会使肾功能受损, 而且结石较大, 想要通过大量饮水自行排出, 较为困难。 医生问诊的时候, 发现王先生是做茶叶生意的, 常年在店中与客人一同喝茶, 平日里也都离不开茶叶, 饮茶已经成为王先生生活的一部分了。 常年的饮茶习惯是否和结石的发生有联系呢? 1.喝茶和结石的联系 术后取出的结石进行检查后, 显示结石成分为草酸钙结晶。 这与王先生的喝茶习惯有很大的联系。 草酸一种常见的有机物, 易溶于水, 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以及真菌中, 但含量差别较大。 茶叶中也含草酸, 但含量比较低。 草酸与游离的钙结合会形成草酸钙, 而草酸钙为难溶性物质, 不易被人体吸收。 当草酸钙在肾瘀、 输尿管、膀胱处产生时, 容易吸出草酸钙结晶。 由于茶叶中的草酸含量并不高, 适量的饮茶并不容易造成结石。 而且, 茶叶中含有的另一种物质咖啡碱,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咖啡因。 咖啡因可以提高人体的排泄, 在排尿增多的情况下, 结石并不容易产生。 因而适量的饮茶, 反而可以降低结石的发生率。 但是, 长期喝茶和饮浓茶的情况下, 是会增加结石发生的风险的。 就像王先生, 每天都不能离开茶, 体内草酸浓度过高, 而容易产生结石。 因此, 我们在日常饮茶方面需要注意的是, 适量饮茶, 不可长期过量饮茶, 不可长期饮浓茶。 在王先生做完微创手术后, 医生建议他尽量少喝浓茶, 每日喝白开水2000到2500毫升, 及时排尿。 虽然喝水是为了让尿量增加, 使更多的代谢废物随尿液排出, 但也有人说, 长期喝白开水的情况下, 也可能发生肾结石。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通过科学的解释, 才能得出结论。 2. 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 谁的身体更健康? 水, 在人体中约占体重的60%至70%, 虽然水中蕴含着矿物质, 在我们的热水壶长期使用的情况下, 经常会在水壶底部出现水垢, 是因为我们所饮用的水源富含矿物质。 我们常称这样的水为硬水, 但在自来水经热水壶加热之后, 水沸腾之后, 水中的钙每离子形成水垢。 水垢沉淀之后的白开水, 对于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 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规定水在经过各种处理和监测之后, 才会进入到各个家庭当中。 因此, 只要是饮用健康的、安全的、 经过处理的自来水, 并不会增加罹患结石的风险。 但一次性饮用太多的白开水, 或短时间内频繁地喝水, 也会导致低纳血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毒。 因为我们的肾脏的利尿功能是有限的, 补充大量的水, 会摄入的水量大大多于排出的水量。 水会驻流在体内, 血浆渗透压因被稀释而降低。 组织水肿, 严重者可能因脑组织水肿, 进而损害神经系统,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体内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 归根结底还是人体代谢的紊乱。 平时喝水太少, 摄入太多亦产生结石的物质, 才是结石发生的危险因素。 对于饮用白开水, 大多数还是更倾向于茶水。 人们在饮茶和制茶方面的文化 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喝茶对于人体也有很多益处, 但是茶水并不适合所有人。 高血压患者长期喝茶 就可能会因茶中的咖啡碱 具有生血压的作用而造成肌体损伤, 加重心脏负担。 高血压患者喝浓茶时 可能会出现心悸、心慌的症状。 我们要明白的是, 人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跪在内在的环境的平衡。 哪一种物质摄入过多 都会导致肌体内在环境的失衡。 我们需要在平衡范围内 去补充物质。 日常生活中, 适量饮茶对于人体有很多益处, 但需要注意的是少喝浓茶。 对于代谢正常的群体, 多喝水, 及时排尿, 就可以大大降低 节食罹患节食的风险。 但节食的发生 不仅仅和人的生活饮食习惯有关, 和生活地区以及遗传因素等也有关。 三, 结食发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一, 生活地区。 在中国, 有特殊地形的省份或者地区, 水质更硬, 也就是水源中矿物质含量更高, 如广西和广东地区, 有灰质岩地区的水质较硬, 换草酸钙节食的概率较高, 而南方相较于北方气候又更加炎热。 如岭南地区, 因气候炎热, 使人更容易缺水, 而尿液浓缩, 导致岭南地区是节食的高发区之一。 长期在北方或者南方生活的人, 到了另一个水质不同的地区, 可能会出现如胃肠道反应, 食欲不振, 睡眠障碍等身体不适。 这就会出现所谓的水土不服。 2. 遗传因素 部分人会因为遗传因素更容易发生结食, 如先天性遗传性高草酸尿症, 先天性遗传性高钙尿症, 尿中的草酸或钙离子浓度过高, 容易产生结食, 又或者先天性光氨酸尿会导致光氨酸渗入肾脏, 就会形成光氨酸结食。 3. 肥胖 长期食用高盐、高飘零食物的肥胖者更容易患高尿酸血症。 在高尿酸环境下,容易形成尿酸结石, 并且肾结石的高危因素就是不良的饮食结构。 多数肥胖者因不良的饮食习惯与饮食结构而导致肥胖。 在这样的基础上,肥胖者更容易发生结食。 预防大于治疗 了解到结石的影响因素, 我们就可以从调整饮食和定期检查来预防结石的发生。 结石虽然不是特别严重的病症, 结石形成的短期内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但如果结石长期存在并增大过后, 不仅患者会突发剧烈疼痛, 并且可能会损伤泌尿组织。 在如今越来越多人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较不合理的情况下, 结石发生率也越来越高。 对于有饮茶习惯的人来说, 正常饮茶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但茶水不能完全替代白开水。 足量饮水少量多次的情况下, 身体才能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代谢状态下。 相信大家平时或多或少都有过喝茶的经历。 很多人饮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而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 很多经常喝茶的人很少患一些小病, 而且他们看起来还更年轻一点。 其实,这都要归功于他们平时喝茶的习惯。 最主要的是, 茶叶中的茶多酚对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茶多酚有着很强的抗氧化性, 很多老人的长寿诀窍就是一生是茶如命。 据调查表明, 茶多酚的抗衰老效果比维生素E高出18倍之多。 可以说是, 喝一杯茶叶就和吃了好几颗维生素E有一样的效果。 而且, 茶多酚还有着很强的抗病毒功效, 几乎可以轻松杀死很多我们熟知的致病菌。 其实, 茶多酚还有更为神奇的效果。 它的主要成分, 1GCG, 甚至可以称为疾病杀手。 它对于消化系统癌症, 免疫系统各种疾病都有着特殊的疗效。 而且, 茶与相关药物搭配服用, 可以提高药效。 EGCG, 甚至还能有效阻止艾滋病毒在人体内传播, 来达到控制艾滋病毒效果。 据记载, 四川省万元县大巴山深处的青花香, 自古以来便盛产茶叶, 有巴山茶香之称。 这里的居民自然而然也保持着饮茶的习惯。 在青花香, 全乡一万多人中至今未发现一例癌症患者, 而这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多名, 最大年龄的已经超过一百岁。 调查人员去青花香研究发现, 那里的人们, 无论男女老少, 全都有喝茶的习惯, 甚至宁可少吃一顿饭, 也不愿意少喝一碗茶。 苏联老人阿利耶夫活到一百一十多岁, 长寿的秘诀就是每天饮茶和散步。 埃及农民扎纳蒂活到一百三十多岁, 他从不吸烟, 但是每天都要喝六杯茶。 被誉为韩国茶摊太陡的崔归用, 至今已年逾九旬, 仍在为茶室奔波不息。 我国的茶戒元老, 被誉为当代茶盛的吴绝农, 一生都在研究茶, 崇尚茶, 也爱饮茶。 九十二岁高龄才寿终正寝, 还有我国许多茶戒名人, 庄小芳、陈元、王泽农等等, 至今都已经年过八旬, 身体也依旧硬了, 他们都是不耗烟酒之人, 就耗一口茶。 有人说, 喝茶喝的不是水, 而是滋味, 时间长了, 甚至喝的都不是茶的滋味, 而是内心和人生的滋味。 古时有, 茶是万病之药的说法, 每种茶都有什么功效,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和喝茶保健养生? 哪些人不适宜饮茶, 喝茶怎么喝才健康?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铁观音, 除具有一般茶叶的保健功效之外, 还具有抗衰老、 抗癌症、 抗动脉硬化、 防治糖尿病、 减肥健美、 降火、 敌烟醒酒、 龙井茶, 可净化血管、 预防中风和心脏病。 碧螺春, 属于绿茶, 具有抗衰老、 抗菌、 防癌、 降血脂、 瘦山减脂、 防取齿、 轻口臭、 防癌、 美白、 及防紫外作用。 黄山毛风, 对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胆固醇、 增加毛细血管单行、 增加血液抗凝性都有一定好处。 同时, 黄山毛风对抗癌、 防癌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信阳毛肩, 不但营养成分含量较高, 而且清新明目, 散热解渴, 去凡提神、 助消化、 健脾。 奇门红茶, 可以帮助肠胃消化、 促进食欲、 可利尿消除水肿, 并强壮心肌功能。 金银花, 清热凉血, 解毒散痛, 治疗面部搓疮。 脚骨蓝, 清热解毒, 能降血脂, 降胆固醇。 除了以上这些, 喝茶本身也是好处多多, 就比如抗氧化。 根据科学家对抗氧化的实验进行验证, 一杯三百毫升的滤茶, 它的抗氧化功能等于一瓶半红葡萄酒, 等于十二瓶白葡萄酒, 等于十二杯啤酒, 等于四个苹果, 等于五支洋葱, 等于七杯鲜橙汁。 日本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每天饮茶十小杯,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指数 和每天喝少于三杯的比, 可以减少42%, 女性可以减少18%。 同样还是日本, 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1300名糖尿病患者 喝凉开水泡的茶, 持续半年, 82%的糖尿病患者的症状明显减轻, 大约9%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完全恢复正常。 除了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之外, 这些人也适合多喝茶。 糖尿病患者宜多喝茶。 茶饮可有效降低血糖, 增强抵抗, 腹泻者宜多喝。 多饮浓茶, 对水分吸收快, 且有杀菌止泻的作用。 吃油腻食物者宜多喝。 茶汁会与脂肪类食物形成乳酌液, 利于食物加快进入肠道, 使胃部舒畅。 吃太咸者宜多饮。 饮茶可利尿排出盐分, 出汗多者可多饮。 茶饮可帮助补充水分, 降低血液浓度, 减轻肌肉酸痛, 消除疲劳。 辐射环境工作者宜多喝。 茶中茶多酚具有抗辐射作用, 脑力劳动者宜多喝。 茶中茶多酚可使人兴奋, 提神醒脑。 当然了, 万物都是有利有弊。 茶叶虽然有百利, 但却并不适合于所有人。 缺铁性瓶血者, 茶中的柔酸会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 使瓶血加重。 神经衰弱者, 茶中的咖啡因能使人兴奋, 引起基础代谢增高, 加重失眠。 动性胃溃疡患者, 咖啡因刺激胃液分泌, 加重病情, 影响溃疡愈合。 泌尿系统节食者, 茶中的草酸会导致节食增多。 肝功能不良者, 咖啡因绝大部分经肝脏代谢。 肝功能不良的人饮茶, 将增加肝脏负担。 便秘者, 乳酸有收敛作用, 能减弱肠管蠕动。 加重便秘, 哺乳妻妇女, 咖啡因可通过乳汁进入婴儿体内, 使婴儿发生肠颈卵、 贫血, 还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心脏病者, 饮茶过多, 会使心跳加快, 有的还可出现心率不齐。 醉酒者, 酒精对心血管刺激很大, 咖啡因可使心跳加快, 两者一起发挥作用, 对心脏功能欠佳者十分危险。 以上这些人群, 并不适合多喝茶, 应适当饮用。 而除了喝茶的优点之外, 在茶道中, 时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什么时间喝什么茶, 同样非常重要。 早上喝一杯淡茶水, 不但能快速地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清理肠胃, 还可以降低血压, 稀释血液, 有益健康, 对便秘也能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而早上适合喝什么茶呢? 答案是红茶较好。 因为红茶可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 同时还能去除体内的寒气, 让大脑供血充足。 到了午后, 适宜喝清茶或绿茶。 通常情况下, 人体在中午时分会肝火旺盛, 此时饮用绿茶或者清茶, 可使这一症状得到缓解。 清茶就比如铁观音。 中医认为, 齐庆肝粮, 助肝精, 能清肝胆热, 化解肝脏毒素。 而在西医中, 认为清茶维生素E含量丰富, 能抵抗衰老。 与之相对应的, 绿茶则入顺精, 沥水去浊, 令排尿顺畅。 另外, 绿茶中茶多酚含量极高, 抗氧化消炎效果好。 到了晚上8点30分左右喝茶, 这个时间是人体免疫系统最活跃的一个时间。 如果能喝上一泡茶, 人体会很容易修补和恢复免疫系统, 再造细胞等。 但这时候千万不要喝绿茶, 因为绿茶是不发酵茶, 对人体有一定的刺激。 晚间适宜喝黑茶, 晚饭后能够饮用一杯黑茶, 则有助于分解极具的脂肪。 既暖胃又助消化, 黑茶性质较温醇, 不会影响睡眠, 黑茶首选云南普尔。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制衡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后, 张大爷便深陷茶文化的魅力之中, 坚信饮茶益处无穷。 他认为茶不仅能降低血压血脂, 还能助消化解油腻。 近年来, 他更是将茶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几乎以茶带水。 然而, 刘大妈却持有不同观点, 她觉得茶既苦又色, 喝了反而容易影响睡眠, 与健康并无直接关联。 在他看来, 唯有纯净的白开水才是最养人的饮品。 两人各执己见, 争论愈发激烈, 周围的市民见他们情绪激动, 纷纷上前劝解, 将两人拉开。 然而, 这场辩论却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究竟是长期饮水更健康, 还是长期喝茶更有益呢? 一, 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 谁更健康? 生活中, 我们常常能遇到像张大爷和刘大妈这样的人, 他们对于饮品的偏好截然不同, 一方钟爱品名, 认为茶运悠长, 另一方则坚守白开水, 觉得它纯净无杂。 那么, 这两者之间, 究竟哪一种更健康呢? 答案并非非黑即白, 因为白开水与茶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 白开水, 它无色无味, 没有任何添加剂, 像是一位静默的守护者, 默默地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额外的负担, 却能起到维持生理平衡, 促进新陈代谢, 以及润肠通便等多重作用。 那些经常饮用白开水的人, 往往能收获诸多健康益处, 首先, 他们的身体状态通常更佳, 因为白开水能够维持体内水分平衡, 让身体细胞发挥正常功能, 其次, 他们的新陈代谢更为顺畅, 因为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生化反应都离不开水分的参与, 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加快新陈代谢速度, 从而有助于保持健康的体重。 最后, 他们的心脏也更为健康。 有研究表明, 摄入足够的水分与心衰风险下降相关, 还能一定程度降低心脏功能下降的速度。 这是因为喝水可以降低血液内的血清纳含量, 对心脏健康大有弊益。 至于喝茶, 茶的种类有非常多, 包括绿茶、 红茶、 白茶、 茉莉花茶等, 经常喝茶可带来哪些好处呢? 以降低患癌风险。 根据营养学进展中的一项研究, 经常饮茶与口腔癌风险的降低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此外, 研究还发现, 喝茶同样有助于降低节脂肠癌, 肝癌和胃癌的风险。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郑荣辉解释称, 茶的这种功效主要归功于茶多酚这一元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 茶多酚的含量在茶叶发酵过程中会有所降低。 因此, 为了摄入更多的茶多酚, 建议日常选择不发酵或轻微发酵的绿茶和白茶。 二, 减少心血管病风险。 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 饮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长期坚持饮茶, 可以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下降的速度减缓, 从而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降幅可达8%, 三, 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2022年,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郁金泰团队在《自然子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 相较于不饮茶的人, 经常饮茶的人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可降低16%, 综上所述, 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 都能带来诸多健康益处, 因此, 并没有谁更健康这一说法, 关键在于适量饮用, 并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 二, 用茶代替水可行吗? 四种茶能不喝就不喝, 茶叶中确实富含多种对身体有益的成果。 但与此同时, 它也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和草酸, 若整日仅依赖茶水, 可能会导致咖啡因和草酸摄入过量, 过量的咖啡因可能引发心剂, 心率加速等不是症状, 而草酸过多则可能刺激胃粘膜, 导致胃部不适, 因此, 完全用茶替代水的做法并不可取, 这样做不仅无法充分享受茶叶的益处, 还可能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 此外,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四种茶, 尽量减少饮用。 首先是浓茶, 其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和茶碱, 对心脏具有较强的刺激性, 容易诱发心剂。 同时, 浓茶中的柔酸还可能与食物中的铁元素发生反应, 影响身体对铁的吸收, 其次是过烫的茶, 是为组织已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为二类质癌物, 饮用这样的热茶会损伤口腔和食道粘膜, 引发炎症, 长期反复可能诱发癌症, 因此, 喝茶时应等待茶水温度适中后再饮用, 再者是焦味茶, 这种茶很可能是烘焙过度所致, 不仅营养价值降低, 还可能含有致癌物质, 建议避免饮用, 最后是煤电茶, 这种茶叶可能受到青霉、 驱眉等微生物的污染, 泡出的茶水无茶香, 且含有对健康有害的物质, 饮用后可能导致头晕, 腹泻等不适, 特别是受潮发霉的茶叶, 可能含有黄蛆酥, 增加患癌风险, 三, 放了酒的红茶, 绿茶, 普尔茶还能喝吗? 关于放置已久的红茶, 绿茶, 普尔茶等是否适宜饮用, 关键在于其储存状态是否得当, 是否遭受了潮湿或污染, 那么, 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呢? 首先, 观察茶叶的色泽变化是关键, 绿茶应保持其翠绿的色泽, 而黑茶则应呈现乌黑的外观, 其次, 嗅闻茶叶的气味也是判断其品质的重要步骤, 正常的茶叶应散发出浓郁的茶香味, 而绝不应有发酸或霉变的异味, 最后, 通过触摸茶叶的干燥程度, 若感觉潮湿或发软, 则不建议饮用, 通常情况下, 只要茶叶未开封且储存得宜, 其品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然而, 尽管茶叶具备诸多益处, 却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用。 以下四类人群, 即便对茶再为中爱, 也应适度控制或避免饮茶, 首先是胃溃疡患者, 茶叶中的茶碱可能影响胃酸分泌, 进而刺激溃疡部位, 从而加重病情。 其次, 便秘患者也应谨慎饮茶, 因为茶叶中的柔酸具有收敛作用, 可能减缓胃肠蠕动, 从而加重便秘症状。 此外, 儿童和孕产妇同样不宜过量饮茶, 因为茶叶中的柔酸可能影响身体对钙铁的吸收, 进而影响儿童和胎儿的正常发育。 最后, 正在服药的人群也应特别注意, 茶叶中的柔酸可能与某些药物成分发生反应, 生成难以融化的化合物, 从而影响药物的吸收效果。 无论是选择饮茶还是饮水, 都应根据个人的需求和身体状况来做出决策。 然而,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时刻铭记,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茶, 同时, 在饮茶时也应避免饮用上述四类不宜饮用的茶叶。